今天我们还来看一下就是当今地球 地表吧最强国的十个国家啊 截止到2022年的年底啊 因为2023年还没有完全过完呢 2023年的最新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 这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统计出来的数字啊 一个排名 他还排名了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2022年表现最好的国家啊 可能就是best countries 2022年你看这些都是基本上发达国家啊 OECD国家 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best countries 是什么most powerful 就是最有实力吧 现在我们就是或者就说一话 就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啊 十个国家 美国不用毋庸置疑啊 然后第二是中国啊 中国是第二经济大国啊 军事上也是第二 做二做三万二 或者做二万三啊 反正各国的俄罗斯上的经济总量上比中国差的 差的马自大 但是俄罗斯的那个军事实力是很强 尤其他的那个核武器的那个核弹头数量 所以上俄罗斯在军事上的部分非常高 嗯 而且俄罗斯也是传统的也是大国吧 啊中国和俄罗斯就是综合排名 因为中国的经济方面真的是跟美国来说相差的 就是跟美国是最接近 当然跟美国还不小的距离 但是各国到底跟美国追的 感到最近呢 那而且再加上中国十几十四亿人口啊 所以中国排第二啊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俄罗斯就第三了 德国是传统的欧洲大国 德国经济一向很强 但是德国的军事在二战以后 是因为他曾经发动过战争吧 一战二战 所以他对这个军事上 基本上德国就是搞不搞军事 专门发展 制造业 德国的制造业啊 尤其汽车生产啊 精力机械都很强啊 传统制造业强 可能经济总量在欧盟里 应该是最大的 那大于英国啊 英国是United Kedon啊 UK UK的话这个跟以前的大英帝国不得相比 但是UK是一个 他的尤其他的文化影响力 或者他对这个 比如说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 几十个英联邦国家 比如说澳洲 还有什么Canada New Zealand 这些他都是就五眼联闻 他都是非常大的影响力 跟美国基本上就属于这五眼兄弟吧 是吧 Five Eyes 对吧 英国经济本身也是老块发达 资本人为国家 最早工业革命就英国搞起来的 大家看前五名当中就是一个唯一 前五名就是就德国不是插着理事 是吧 再者都是联合UN的 Cancel of Security Security cancer的这个成员 然后第六名的South Korea 还明天高的啊 但是意外 South Korea甚至高到啥程度了 超过了法国和日本啊 因为South Korea 就认知规模 领土规模啊 对吧 他也就是日本的也就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啊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样子 因为韩国才就是 小十万嘛 小十万的平方公里 然后日本是三十六点几 三十六是三十六三十七的样子 法国五十几万平方公里 所以韩国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的 到三分之一的 人口也就日本的一半 差不多韩国没有到六千万 五千多万 撑死了六千万啊 撑死六千 日本一点二 一点二亿多 所以就是韩国就算是日本的一半 嗯 但是你看他就现在 韩国可能军事上比较 军事现在是比较强 因为他的那个 跟北朝鲜啊 就是对峙嘛 对吧 跟朝鲜对峙啊 什么军事 他需要可能付出的这个成本高一些 他的军事技术上 他基本上各种火炮武器 都自己能够实现国产化 是吧 法国也是老牌列强之一啊 基本上欧洲三下马车 对吧 英法德 英法德三下 传统列强 也是欧洲的三大强国 如果把俄罗斯算进去 的话呢 就属于过去着陆欧陆的四大强国 是吧 英法德俄吧 英法德俄 四个国家啊 这些 然后日本排第六 第几啊 日本 日本排第八啊 日本排第八 日本排第八 是不是把日本排的有点低了 但日本可能就是军事方面 一个也是跟德国一样 他基本上不能 他基本上受限制 专守防卫啊 但日本现在军事也不错啊 日本 这个军事也挺强 日本的经济方面 他总量就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他排总量是排第三的 但是日本现在这几年 有可能有被德国赶超的景象 因为日本的经济 可能这几年滑坡挺厉害的 让人比较吃惊意外的是 为什么阿联酋能排到第九呢 让给我有个理由 这是UAE 就是United Arabic Emirates 真是阿联酋 而且让我比较意外的是 什么印度怎么被排进前十 印度你想人口大国 军事大国 经济上来说也可以吧 应该经济总量肯定进前十了 为什么把印度没进来 进来个阿联酋呢 阿联酋是富人 军程度当然是富 也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吧 前十名吧 甚至更高 但是他国家也小 把阿联酋排第九 我是一点没想明白 有知道的朋友 欢迎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第十位 以色列 以色列排第十不意外 以色列的影响 我已经想想 真的中东那个地区 牵一方而定全身 那以色列跟美国的 那个可能有关系 港港对吧 而且以色列这个国家 它本身也发达国家 它的经济也发达 虽然它整体规模 广土很小 非常小 跟北京是那么大 但是它在国际上的分量 可是有一定的分量 分量可能不亚一些大 而且这个 它的军事方面也是很强的 它可能 对吧 无论是常规武器 还有核武器 可能它都是掌握 有核技术的国家 再加上 就是犹太 在加上 就是遍布除了以色列本块 还有遍布世界的 海游泰人的力量 所以反正把以色列排名第十吧 排第十 反正没排第十 反正它也是 全世界有很重要的力量 这个就是保单上 让人有点意外的 就是没有印度 most powerful 再也就是韩国排名 就是现在 窜的这么高吗 韩国现在就把 传统的法日 都弄到后头了 排第三点 就没想到阿联酋竟然进入前十 这个不知道这个排名的逻辑在哪里 如果懂得 欢迎朋友给我们交流切磋一下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每次不要讲的太多 讲太多 大家我也累了 大家听着也累了 有空我们再切磋吧 欢迎多多订阅支持 欢迎评论 各位观众再见 再见